一顆顆肉圓 由鍋裡炸到酥脆 加入特製醬料 就可以上桌 因為在這裡 吃了很多次了 覺得口味也好 就是愛吃這一家 台中的老字號肉圓 開了80年 不是用餐時間 客人也是一個 接著一個 平民美食肉圓 內餡是關鍵 但裡面包的是哪裡來的豬 只有店家知道 來豬又即將進口 民眾該怎麼辦 進來的時候 多少我會看一下 那個店家的標示 對 才會進來吃 人心惶惶 就怕元旦之後 客人害怕不敢吃 業者貼出標示 強調使用國產的溫體豬 先安顧客的心 另外也有人 寄出手寫公告 雙十路知名的肉圓老店 老闆親手寫告示 唯一的愛 給唯一的台灣豬 要告訴消費者 食材只用台灣豬之外 還藏有愛的 雙關與隔不齊 一定會 它現在 它現在已經要進口了 對 所以說我們小老百姓很難 現在社會景氣很不好 想了兩三天 要跟別人不一樣 只能這樣 而且我太太有屬豬的 不只是肉圓菜市場內賣購丸 芋頭丸的攤商也有準備 布條掛出來 紅底白字一目了然 絕對有台灣豬婆婆媽媽們 不用歡樂 我們買東西 你們用美國豬嗎 我們為何要讓消費者放心 也要表明消費者 知道我們就是用台灣豬 貼紙看板布條統統拿出來 因為中央聽不進去民眾的心聲 堅持要進口萊豬 業者貪商們只能自力救濟 提前部署 要減少萊豬進口 對它們造成的傷害 這禮貌大王一超三景 陳台中採訪報導 好